OK那麼大家都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訊息的部分沒有問題 那這個呢 如果說您在我們延期之後 您有就是還有一些問題 也可以直接在這裡張貼訊息喔 好大家可以在這邊交流那我就會上 我就冒出頭來了 我會收到通知 會收到通知 那麼 您可以從這邊 從 右手邊也好 或者是在這邊任務就 等於在右手邊這裡的任務 都一樣 任務啦然後 這裡還有這個檔案跟連結 就等於是右手邊的 右手邊的這些內容 我們的延期的資料我會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那麼 這裡有表現 又有一個表現 但是我想應該暫時 沒有 要用到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您在看的時候 比如說您進到這個任務裡面 像我們待會呢就要麻煩各位先做一個小小測驗喔 唉 怎麼樣延期一開始來做測驗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會的很好 不會的 馬上學起來 哈哈哈哈 唉 對不對 那怎麼看 你看到前面有沒有一個 這個 我們的那個有分兩種 如果他是影片體 他會斜線 後面還有一個 數字 代表說如果這是影片的話就是 後面是影片的 時間 這段影片的長度 那前面就是你自己 什麼 閱讀的記錄 你讀了多久 時間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 你就點這個進去看 那你在看的這個過程 你看這邊有很多個 你在看的過程如果說 你覺得 啊 我有 想要做筆記的話 平常大家現在都是紙本這樣記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您覺得 比如說像這個我點進來 先偷看題目沒關係 那如果說你覺得啊這個我不太會 對不對 你看右手邊這裡有沒有一個筆記 你打完按個Enter就好 他不是只能做一次你可以做很多次 比如說 這一題 我 不會 Enter 有沒有進來了 那麼如果你要編輯的話你再點到他再來編輯 也可以 那預設這個是不公開的 所以只有我跟 你看的到而已 那這是第1種方法 第2種方法呢 你可以怎麼樣 用塗鴉的 因為不會嘛 對不對 你就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這個工具跑出來了 好這個工具跑出來你就可以做 比如說 我就是這個不大會 不會好 不知道這個是對還是這個是對 那你看你還可以自己play一下 有沒有 如果沒有問題確定要 這裡有橡皮擦 寫錯是有可能的 這有橡皮擦可以塗掉 那也可以打那個 像握的裡面有沒有那個文字方塊 這個就像文字方塊你把你的字弄進去 弄進去 好他的寬度 如果你不確定你可以先點看有沒有 這樣子字字就上來了 好這樣也可以 最後按送出 有沒有進來了 這個就進來了 所以你也隨時可以進來編輯 但是這裡呢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以後你想要用這個平台來做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樣子 做的筆記 雖然看得到可是怎麼樣 不知道是哪一個 內容對不對 我會建議您喔 可以從這邊 您看一下 在這個網頁不管哪一個頁面你往下捲捲捲 捲到最下面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叫做chrome擴充工具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Google瀏覽器 那麼如果您回家可能是用火鍋 或者是如果您家裡面是那個蘋果電腦有沒有 蘋果的那個 瀏覽器的話 你就用下面這一個 那以這個來講 你看喔 我就點一下 按加到 這個 好你看新增 好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右上角這裡有點不一樣的 有沒有多一個東西跑出來 好多一個這個Logo 對不對 多一個這個Logo 那你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再做 就不一樣了喔 你看我再做一次點進來 跟一跟一跟一 趕快做筆記 一樣是按塗鴉筆記 可是這次會比較聰明 有沒有發現他們有把畫面拍下來 這樣子我再來做這個筆記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問題 好 一樣的你看一下我按送出 馬上你就可以比較 有沒有兩個不一樣 有對不對 如果你要再編輯 沒關係打開 可以繼續編輯 這樣你會了嗎 好所以如果說 你想要做一個 個人的筆記的話 其實這個是 蠻不錯的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所以 使用上大概是像這樣子 那麼右手邊呢 我有開放 我應該 我沒有開放統計 等一下我會開放 就是說 開放統計就可以 你可以看到每個人的 回答的情形 閱讀的情形 這樣的狀況 這樣你大概了解基本使用方式 OK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麻煩大家 你來做個小測驗喔 你看有沒有剛剛他有記錄下來 閱讀一分多鐘 那你可以回答看看喔 在這個 裡面 請問這個 Youtube我們都知道 你看play下去之後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個 這個數字有沒有 那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影片的寬度 影片的高度 還是其他我騙你的那一種 好不好 如果你選好了 請你按儲存 這樣 還給你囉